嗨,大家好,我是Donny 今天我要做三星A50的开箱视频 首先我们当然是看盒子先咯 它前面就和那个三星A30一模一样 就是有电话,不过这边也先做A50 挂它上面是空的 挂的旁边也是一样空的 挂的背后呢 它背后就是有写到它那种SPEC咯 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开箱吧 它上面是这样子换的 很像有东西 它上面是那个保障啊 那种manual那种 真的是没有人读过 这个是它的那个Jelly Case 一来你就会看到它的电话了 它的下面盒子呢,它就是有这些东西了 你就会看到一个它的那个 这个Power 它Charger 这是它的Headphone Jack YES,它还是有Headphone Jack的 这个是它的电话咯 当然它是USB Type-C的电话来的 下面就是有那个SIM Adapter Tool 所以, without further ado 我们就看电话啦 为了它在开机之前 我们先看了电话吧 它里面就是有两个咯 就是你可以放两个SIM卡 够一个MicroUSD的 它MicroUSD可以放到512GB 它另外一边就是有它的Power Button 还有它的Volume Button 下面就是有它的Headphone Jack 还有MicroUSB Type-C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Speaker 背后这边有三个CAMERA 它第一个CAMERA就是25MP的 过后它的F是1.7 过后它第二个是广角镜 8MP挂F2.2 过后它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CAMERA 它是Depth Sensor 5MP罢了 过后它这个CAMERA 只可以拍摄1080的视频 with 35秒 如果你们想要做那种SOMO Video的话 这个电话就肯定不是给你们的 还有你们也是不能录取4K在这个电话 如果你们注意这个电话的话 它背后这边是没有那个Fingerprint的 它只有CAMERA和Samsung的Logo 它那个Fingerprint不见了 所以你们注意电话前 诶?它Fingerprint放在哪里了? 它这个电话的Fingerprint是放在 没有印在前面的视频里面 所以你们是Touch那个视频来unlock 你们的电话 这个是Node9 通常人家是放在背后的那个Fingerprint 可是它这个是空的 它是没有Fingerprint 因为它是它已经搬在视频的前面 所以你看到Touch那个视频 你就可以unlock你的电话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好奇 因为我平时用那种Fingerprint都是在背后啊 过我以前我是用S7那个Fingerprint也是在前面的 我没有用过这种 这种underglass display的那种Fingerprint 我自己蛮好奇 所以现在我就要 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试 Scan your finger 哎,你知道吗?我先做吧 它是会比较难 register 比较那种traditional traditional traditional很快 就是你 你就可以register到 这个 要放你那个手指 要转来转气 这样子就 我觉得会比较刺激 比较难啊register 但 anyway 呀,已经register好了 等等等等 The moment of truth 看一下先 这个是第一次fingerprint 我这一部A50是有6GB的RAM 不过它的那个 Internal storage是128GB的 它selfie呢 是25Mp with f2.0的 不过它和背后的镜头也是一样的 它直接录制1080 with 30fps的video 这个A50的 screen size 是6.4寸 过它的resolution 是1080x2340的 它这一部电话 它自己本身的OS 是Running Android 9.0 with One UI的 过它的chipset 呢 它是Exynos 9610 过它的那个CPU 是Oktacore的 它这个电话的那个Battery Life 是4000 它和我的Node 9 是一模一样的Battery Life 它这一部电话 它是有4个颜色 我这个是蓝色的 看到吗 我这个是蓝色 不过它有黑色 还有白色 还有一个是Coral color的颜色 所以它这一部电话在Shopee的话 它是差不多1200马币左右的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 你们可以去Shopee 还是去那种Samsung Official Store 买啦 那就是为什么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你们可以给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去看更多的开箱视频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on my next video bye bye 你知道刚好我试到什么吗 因为刚刚我以为是 一直要turn on turn off 这样我才可以放我的fingerprint 对吗 其实 其实如果你要快的话 你们就可以直接放你们的手在这边 without without开那个 开那个他的screen 你们就可以unlock你们的电话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